当律师被搭讪 今晚请问 谁请客 美女要电话马铃 卸了个人息息 造成他人被诈骗 你也需要承担责任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需要这么麻烦 大哥 你认识一下吗 没看到他女朋友在这吗 你冒充的手段 侵犯我的合法权益 你不承担责任 我这只是在帮你规避风险 不好意思 当律师占便宜 资料已知 这是您点的黄油区齐 好 谢谢 这是我点的饼干 未经他人云 即使数额极小 也是偷情 跟你说话 好吧 分离办 你吃可以 但吃出问题 我是不会赔偿的 这话应该我说吧 你什么意思 女士就是您点的饼干 姐姐这件衣服买回来就坏了 我可以换货吗 打折商品 不退不换 好吧 不得以促销为由 拒绝退 那他包装也没带过来啊 先不五十人 怎么包装第一次还可以啊 加重消费者责任也是违法 麻烦看清楚 本店享有一切解释权 但最终解释权违背公平原则 是无效条款 需要我帮你拨电话问问吗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管我 当律师被插队 你好 我要个杯 我先来 注意素质 给这位女士道歉 对不起 我去后面派对 东西先还回来 什么东西啊 我的手机 道歉四千元 有期六个月 道歉七千元 一年起来 你觉得值多少钱